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有源 这个类中可以有公共的成员 也可以有私有的private的成员 我们在类外只能访问这个类急功的 public的,就是公共的成员 在类内的其他成员函数内 才可以访问这个类的private的成员 在搜索中我们可以使用friend的关键字 来将一个类或者一个函数 声明为自己的有源 再将一个类或者是一个函数 声明为某个类的有源之后 这个函数或者是这个类 都具有了一些特权 在它内部就可以对这个类的 私有的成员进行一些访问 当我们将这个函数或者类 声明为某个类的有源之后 就可以在这个函数或者类内部 对这个类的私有的成员进行一个访问 有源它包括有源的函数和有源类 比如说我们可以将一个类定义为 某个类的有源类 或者说将一个函数定义为某个类的有源函数 另外来注意有源是只能受益的 同时它也是单向的 有源也不能传递 如果说A是B的有源 B是C的有源 那么A不是C的有源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有源函数 声明一个类的时候 可以在类体中使用Friend的关键字 对有源函数进行声明 我们来看一下将一般的函数 声明为有源 首先是一个Friend的关键字 后面是函数的圆形 看它比较简单 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将其他类的一个成员函数 声明为某类的有源 首先是Friend的关键字 后面是这个类的成员函数的圆形 注意前面要跟着这个成员函数所属的类 前面我们来通过代码来看一下 还看CTime这个类 比如说如果我们这里定义一个函数 叫Funk 因为Funk是一个一般的函数 它是不能够访问CTime这个类的 C的数据成员的 定义一个Time 然后处置化 传选参数 然后我们就要用Time 比如说我们就要用Hour这个值得它进行复制 这个时候是不可以的 在类的外部是不能够访问private的成员的 Hour这个成员是C的数据成员 我们在类的外部是不能访问它的 但是我们可以将放个这个函数 声明为CTime的一个有源函数 声明之后我们就可以在Funk这个类中来访问CTime这个类的数据成员 我们怎么来做呢 我们需要在类的定义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使用friend的关键字 后面是Funk的原型 那这样就就告诉编译器 CTime这个类已经将Funk 声明为自己的有源函数 这个声明可以是可以放在任何地方 比如说我们我们我们放在private底下 或者放在前面 最前面都是没有关系 都是可以的 编好的 之后我们在这里用一下 编译一下 大家看到编译成功了 我们输出一下2瓦的值 CTime.2瓦的值 运行一下看一下 3 这里呢是将一个全局的函数 声明为一个类的有源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将其他类证明为自己的有源 这里呢我们添加一个类 自己添加 不使用编译器帮我们添加 顺便一个添加文件 比如说这里我们定义一个date类 日期类 确定 那这个是顺便一个date.cd 我们再添加一个头文件 添加一个新建项 头文件 也定义成date 然后添加 这样呢 两个文件就建好了 那这里呢我们在同文件里面对date这个类进行声明 首先呢是防止重复包含的红定义 if not define 是一个名字 然后就define 里面呢是对cdate的一个定义 首先呢是防止关键字 cdate 类齐 就会是有分号结尾的 然后是 首先是public的一些成员 下面是private的成员 我们给他定义三个成员 分别 暗期类型的 暗期类型呢 这名是 一二 month 表示月份 然后day 表示天 这里呢我们提供一个构道函数 他接收三个参数 三个是date 给他提供一个有三个参数的构道函数之后 那编译器是不会再给这个类提供一个默认的构道函数了 就是没有参数的构道函数 编译器是不会帮他生成的 定义好之后呢 我们在date类 在他cd文件里 cdate 这个类 进一个实现 首先呢我们需要包含一下 date date.h 这个头文件 然后呢我们来实现一下date的构道函数 cdate 这有三个函数 这有三个参数 month date 这里呢因为我们上一节刚介绍过初始化列表 那么这里我们使用初始化列表来初始化 首先是一个month后面是对三个数据成员 后号也是对他的初始化的值 这里呢我们填入参数一二 后面呢跟着后面是month这个成员用参数来对他进行初始化 后面也是一样的 对 这样就 初始化好了 我们给cdate定义一个成员函数 叫display display呢就有一个c-time 这样一个参数 为了防止拷贝呢我们给他行用引用的方式 啊 这里呢我们来对display进行实现一下 参数类型 后面是cdate的这个类 然后display c-time 看 在display中呢我们会输出 年 月 然后呢我们会输出十分秒 十分秒呢我们使用time的seal的数据成员来直接进行显示 这种方法啊我们只是为了演示我们不推荐直接引用一个类的seal的数据成员的 然后就说hour minute second 啊 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只是 定义了一下display 那这个时候time这个类 c-time这个类还不是c-date的一个有缘类 我们需要在date体内 对这个有缘进行声明 啊比如说我们这里brand 关键字 后面是 啊类名 c-time这个类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将c-time这个类声明为c-date的一个有缘 但是date类并不是c-time类的有缘 它是单向的 这里呢我们来使用一下这个对象 首先呢需要包含啊 date的头文件 d.h 啊这里我们去掉 啊我们定义一个c-date 对象date 啊需要给它声明一下 比如2015年 啊1月26日 哎这样定对象就说明好了 然后我们这样定对象的display方法 来显示一下年约10分秒 啊现在我们啊就写好 但是我们能不能编译的过呢 啊大家觉得能不能编译的过啊 啊其实是不能的 那我们编一下看一下到底能不能过 可以看到是编译不过的 首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给display提供一个参数 所以这里呢我们将time这个类 time这个对象传递给display 我再编译一下 可以看到啊它提示说在在这层这个类中呢 cd文件中是看不到c-time这个定义的 啊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点cd里面 我们是看不到c-time这个类的啊 这里我们需要包含time.h 我们需要包含time的头文件 time.h 啊这个呢只是说啊在定义的时候 在图文cd文件里面 我们能看到c-time这个类的声明了 但是在this的头文件里 我们仍然是因为我们引用了c-time类 我们仍然是看不到c-time这个类的 那这个时候啊有一种方法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包含一下 包含一下time.h 啊但是我们不提现这种方法 在图文件里包含其他的图文件 啊会可能导致循环包含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使用啊一种方法 叫做类的前置声明 哎就这样在在另外一个类的前面呢 只一个class关键字 后面跟着一个类名 这种方法呢被称为类的前置声明 一般情况上呢 类呢需要经过声明之后才能来使用 啊我们在使用一个类定一个对象的时候 编译器要对这个对象进行一些内存的分配 它需要知道这个对象啊到底有多大 在分配的时候需要给它分配多少的空间 而编译器呢只能在在见到这个类的类体之后 才能决定这个对象到底有多大 当我们在使用前置声明之后呢 就可以在就可以在其他地方来使用这个类的啊 引用或者是类的指针啊 比如指针的话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编译系统上 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比如四个字节或者八个字节 他们都是固定的啊 跟类真实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 而引用呢其实也是通过指针来实现的 虽然在这个时候呢 没有看到cTime的定义 没有看到cTime到底占有多少空间 但是因为我们使用这里使用的是一个类的引用啊 因为引用也是使用指针来实现的 内部呢跟指针的机制是一样的 而在这个Display函数中呢 我们真正的去啊 调用了啊类的成员 比如hour minute seconds 那这个时候编译系统呢 编译系一定要见到time类的定义 如果见不到的话 不知道到底有哪些成员 而且这个对象到底有多大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包含time的.h 来告诉呃编译系统 下面呢我们来编译一下看一下 可以看到 这里呢我们忘记包含lstream.h 因为这里呢time是一个cons的对象 而Display的参数呢是一个非cons的对象 这里我们修改一下 将Display的参数对象修改为cons的对象 好声明也是要改一下 再编译一下 好 这个问题 好虽然我们在dit这个类里面 已经将ctime 声明为自己的有缘 那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Display内部 还是没有办法访问time的c的设计成员 这是为什么呢 这其实呢是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前面也说过 有缘呢只能授予 不能锁取 那这个在dit这个类中呢 ctime声明为自己的有缘类 这个问题呢 因为大家经常遇到一个错误 那怎么用来做呢 因为有缘这个权限呢是授予的 比如说我们声明的位置是错的 我们只能在dit类中来声明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在ctime这个类中 将cdate 声明为自己的有缘类 使用一下前置声明 可以看到 现在终于编译成功了 那么我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可以看到2015年1月26号 10点50分20秒 那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这个cdate这个类 这个类中将cdate 声明为ctime的一个有缘 但是实际呢 我们只有在display这个函数中 访问了ctime这个类的seal的设计成员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必要将一个ctime类 作为一个cdate类的有缘 我们完全可以 只将cdate的display 声明为ctime的一个有缘函数 这里呢我们来修改一下 我们将这句话去掉 也是使用front的关键字 前面呢是display的反位值 然后cdate表示 display所属的类 concept ctime类 这里我们也告诉编译器 有了一个ctime类中 已经有一个display的成员 这是我们仅仅使用前置声明就不可以了 我们需要包含dit的口文件 date.h 编译一下 可以看到编译成功了 那我们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 有一个好处呢是比较方便 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类啊 或者函数里面对其他类的seal的设计成员 已经直接访问 但是方便的同时呢 也带来一些隐患 面称对象 程序设计定的 基本原则是封装性和心意隐藏 而有缘 却可以访问其他类的seal的成员 这是对封装性的一个大的破坏 有缘呢 当然可以有助于数据共享 可以提高程序的效率 但是呢在使用使用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副作用 不要没有限制的过度的使用有缘 感谢观看